你現在有自由 祝你生日子 還是去年 2022年5月過世的 過去一年我花很多時間 陪台灣 就是陪我的婆婆 陪我的家人 回去給自己一個休息的時間 讓我跟這個家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不會好像一直陷入 那個傷痛跟那個深淵的感覺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有太多的情感 潛闭在這邊 當然很多人是出自於好心 覺得說怕我繼續住在這邊 我走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在過去一年 我花了很多時間 去面對我自己的情緒 然後去面對我的悲傷 後來我漸漸發現這個地方 雖然很多感情的牽連 但我覺得它更多的是 我跟凱的回憶 最後我覺得我還是選擇 回來這個家 所以我就把一些東西換一下 然後把一些家具換一換 增加一些藝術品 保留一些我們舊的會議 但是我也在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在這個空間裡面